我得承认 这OpenWrt刷来刷去刷了一大堆 要论稳定 那还得是官方原版 所以今天我决定了 要把这台红米X6S 给它刷回米WiFi 原厂固件 其实恢复路由器系统的教程 B站上有很多 这期视频也只是因为 我恰好要做这个事 顺手给录的 本教程虽然不适用于 所有小米路由器 但支持的机型也不少 如果这个列表里有你的机型 那么你可以按照本视频操作 首先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台小米路由器 变没变装的都可以 列表我再放一次 上面这些机型都可以这么刷 一根网线 一根卡针 小米路由器修复工具 以及路由器对应的官方固件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转完之后 接下来是第一步 下载工具和固件 打开小米路由器官网 上方下载 接着点一下 下载这个小米路由器修复工具 完了后再点ROM 找到你的路由器型号 下载固件 比如我这里是X6S 就下载这个 但注意 有很多路由器的开发版固件 官网上是不提供的 如果你有获取SSH全线的需求 或者刷完官方系统 接着又想再次刷入第三方系统 那么最好去一些论坛 寻找开发版固件 例如N3无线论坛 X6S 有一个能直接开取SSH的开发版固件 我会把它放在附件表 这里我以官方稳定版固件来做演示 下载完成后 你会得到一个BRN文件 和一个ZIP压缩包 BRN文件是路由器固件 ZIP压缩包 是路由器修复工具 需要我们解压出来使用 第二步 刷入原版系统 使用网线 将小米路由器的LAN口 和电脑的网卡相连 注意 路由器是XLAN口 不是WAN口 小米官方建议我们在运行修复工具前 关闭杀毒软件 但我实测 在开启火融和Windows Defender情况下刷机 也是没有问题的 找到结压出来的小米路由器修复工具 右键 以管理员全线运行 点击浏览 找到你刚刚下载的BRN格式固件包 下一步 选择你连接了路由器的网卡 注意 这里的网卡可能会有一大堆 因为某些软件会创建一些虚拟网卡 例如虚拟机 当然如果选错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错误的网卡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 我们选择正确的网卡 点击下一步 文件上会提示你操作步骤 用卡针按住路由器背后的Reset空 然后通电开机 等待路由器前面的黄灯开始闪烁 松开Reset空 然后修复工具就开始跑进入条了 稍等片刻 路由器的蓝灯开始闪烁 这时拔掉路由器电源 再插上 路由器就刷机成功了 整个过程又快又简单 下来来聊聊 为什么我要把X6S刷回官方系统 首先当然还是稳定性的原因 OpenWRT不管是怎么定制优化 稳定性始终是不如官方原版的 OpenWRT虽然可以搞各种花里胡哨的插件 但X6S的极限性能也就那样 真要用的爽 买个性能强悍的软路由 挂成旁路由才是正道 另外 我发现X6S的开发版固件 是可以直接装ShieldClash的 没错 只需原版系统 就能拥有霍格沃之环境 最烧的是 系统升级更新 还不影响插件使用 这直接就爽飞天了好吗 只可惜这一部分的内容 没有办法做任视频 本来我还期待X6S能有更多的第三方系统 结果这么一年多了 搞来搞去还是OpenWRT 嗯 那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